现在我要讲解邪灵的特性 我们就使用邪灵这个名词 我们要怎样看清自己或别人身上有邪灵在作祟呢? 首先要借着两种属灵恩赐 一是辨别诸灵 二是知识的言语 但是除此之外 在超自然的灵界中还有许多不同的迹象 可以让我们警觉到邪灵的存在 不管是在自己或别人身上 首先你需要知道一点 我说过邪灵是没有身体的人 邪灵是有位格的 他们没有身体 极度渴望进入身体 这点你需要明白 他们在身体外面是绝对不会满足的 他们要的身体是人的身体 但不得已的时候 猪狗等动物的身体也可以将就 他们不想待在身体外面 这对他们是折磨 撒旦分派给他们两个目标任务 第一要阻止你认基督为救主 但如果阻止不了 他们的第二个目标就是 让你侍奉基督没有果效 明白吗? 如果第一个目标无法达成 他们不会放弃 只会转移到第二个目标 我们需要区分什么是肉体 什么是邪灵 肉体是充满血气的老我 邪灵则是从外面侵入人体 占据你的个性 两种可以分别这样比喻 肉体是尸首 邪灵是吃尸首的秃鹰 了解吗? 没有尸首就不会有秃鹰 这是一幅活生生的景象 如果你住在有秃鹰的乡间 有动物将死的时候 天空会出现一个小黑点 在那里盘旋 过一会儿你再往上看 又多了三四个 当地上有动物快死了 秃鹰会越飞越低 耶稣说 尸首在哪里 鹰也必聚集在那里 人的肉体若是没有悔改 曝露出肉欲和罪性 秃鹰势必会聚集过来 两者的解决方式完全不同 肉体要怎么解决? 靠十字架? 没错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 属基督耶稣的人 已经把肉体连同 邪情私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邪灵要怎么解决? 要把他们赶出去 对 两种解决方式不能调换 肉体不能赶出去 邪灵不能钉十字架 想知道用哪种方式解决 必须先知道是哪一种情况 了解吗? 一般来说 如果你对信仰认真 固定读经 祷告聚会 而且渴望侍奉上帝 但你有一个特别的困扰 不断在折磨你 每况愈下 很丢脸 一直在捆绑你 你试尽一切办法 祷告尽食 致死老我 还是无法解决 大概就可以确定 是邪灵在作祟 我这样说是出于亲身经验 但今天没有时间多说 我来终一切办法 我来终一切 我急到你 没想到 我来终一步 我来往内